花蓮0403强震后 22号跟23号又接连发生了 多起规模5以上的地震 包括两次规模6以上 国际学界也关注台湾密集的地震群 并且回顾过去一年多 全球强震不断 另外两年来 全世界呢 也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火山喷发 欧美国家也在讨论 地球是不是进入了地震火山的活跃期 详细的情况 我们为您请到 国际新闻中心资深编译张立德 为您解说 立德 是的 0403花蓮强震比起其他国家 灾情相对较小 不过规模达到7.2 美国测到7.4 相当的惊人 因此国际上持续有地震专家 来研究这一次的台湾的地震 这次我们要看到 特别是这一位哈佛地质学博士 过去几年在新加坡的 南洋理工大学任教 他在亚洲地区有十几年的地震 研究的实物经验 这次花蓮发生强震之后 他写了一篇专文探讨几个不寻常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张图 蓝色的部分是0403的地震带 那这一次这几天 也就是4月20号之后的余震呢 主要是集中在 0403地震带的南端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就是主震和余震的序列 他认为是非典型 什么叫典型呢 就是一次主震之后 之后的余震会随时间规模逐渐地地减 不过这一次不一样 他特别提到4月22号单日爆量 85起规模3以上 而且有12起是规模5以上 他特别点出几次 包括是22号的傍晚开始 5.5 5.7 5.9 另外就是23号的凌晨 两起更是超过了规模6 逆势的上升 这个是非典型的一个序列 这是不是代表花莲南部 即将有比较大的地震要发生呢 他不敢断言 不过他指出了这个不寻常的地震的活动 台湾有机会来检视各地的抗震准备 那这张图的部分 各位观众应该也蛮熟悉的 不过我们来详细地看一下 也就是全球的3D地震图 这每一颗都是一次余震 花莲强震之后 台湾的余震不下千次 因此如果排列出来 在全世界形成一个低高的摩天大楼 那这个是一个网站 他追踪过去7天的全球地震的活动 那这个时候呢 国际媒体也不免去比较 这个过去一年多来 全球主要几次地震 比较它的规模 比较死伤 那也去断定一个国家 它的基础建设 包括是去年阿富汗10月的部分 有一起规模6.3 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两起哦 而且是极浅的地震 在当地造成了严重的死伤 另外就是摩洛哥的部分 相对的罕见 因为非洲一般认为是比较古老的地盘 但是这一次是在北非的摩洛哥 非洲与欧牙板块的碰撞 造成了将近3000人的死亡 另外就是最严重的 记得吗 去年2月的时候 土耳其蓄力啊 规模7.8 而且深度只有10公里哦 造成将近6万人的死亡 因此看到过去一年多 全球不只是地震频频 火山的活动也相当的活跃哦 特别是看到这个部分 各位观众应该也蛮熟悉的 因为这个是台湾也身处其中 所谓的火环带 环太平洋火山带 全长4万公里 马蹄形的一个地带 集结了全球80%以上的强震 海啸还有将近八成的这个火火山 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两起事件 包括是今年4月中旬 印尼的鲁王火山多次爆发哦 景象相当的惊人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火山会冲到了 两万多公尺高 伴随了将近400次的 这个火山性的地震 那当时还发布了海啸警报 为什么呢 因为当局担心火山会崩塌 另外就是两年前 大概是2022年1月的部分 东家的火山 是记录史上地球大气层内 最强的一次爆炸 超越上个世纪所有的核爆哦 另外就是轰隆声巨船 传到了几万公里外的阿拉斯加 所谓的压力波 他们称为兰姆波 六天之内绕行的地球四次 可以看出它的威力之强 另外是火环带以外的地区 包括是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 还有冰岛的火山 过去几个月来也动作频频 包括是在意大利的部分 有所谓烟圈的吐出 那当地的民众不免担心 是不是火山又有进一步的活动 另外就是冰岛的部分 从去年的年底开始 其实就有几次连续的喷发 当局为了阻挡这个熔岩的威胁 花了很大的力气 那就在0403强震之后 没几天 其实美东也发生地震哦 虽然规模只有4.8 而且花莲的强震能量释放 还是它整整8000多倍 不过这个已经是当地 1950年以来第三强的地震 纽约人不习惯这样的摇晃 他们难免会检视 自己城市的基础建设 还有大楼群耐不耐震 那其实最担心的是美西的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地震带 而且有跟台北盆地一样 洛杉矶盆地 很多松软的沉积物 担心地震来的时候 会有震波放大的效应 这个是美国地震学家 露西琼斯提出来的警告 那这个时候当地的人 也会回头去检视 自己建筑物的耐震设计 还有居民的仿灾意识 以上是今天的看世界说新闻 这种看世界说新闻